你過來 過來 修理車駕駛大聲怒吼 當街喊客運司機槓上 修理車駕駛的太太 夾在兩人中間幫忙緩夾 但沒有用 客運司機認為 修理車擋到去路 也造成交通堵塞 按他喇叭 結果修理車駕駛堅持 黃線聆聽沒有錯 誰也不讓誰爆發口叫 事發在桃園中山路上 武林高中附近路過的民眾 將兩人吵架的過程 全部錄下來PO上網 包圈補充當時修理車駕駛 載著太太到銀行辦事 她仍就坐在車上 剛好一輛客運經過 被擋到按了聲喇叭 但修理車駕駛沒有移車 雙方僵持不下 演變成口水戰 警方補充雖然沒有接獲到報案 不過也提醒駕駛黃線可以聆聽沒錯 但如果阻礙交通遭到舉發 一樣可以開單 TBJ有料中信桃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各種大視為 三下 請問 螃蟹